今天我会教大家水滴轮要怎样上线 其实水滴轮有蛮多种上线的方法 但是今天我会分享的是一种我最常用的上线方法 这个方法不需要用到任何的进线器材 也可以一个人就能完成 我除了会示范这种上线的方法以外 我也会跟大家讲解一些上线时该注意的细节 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和你想看更多这种钓鱼教学的影片 可以给这个影片一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会分享更多有关钓鱼的知识和一些方法 好在我开始进线之前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个 DAIWA的SOTIGA布线 这个布线它是1.5号 26磅的布线300米的 可是当我开出来看的时候呢 你看它的线 是非常的幼 如果我拿它和8磅的布线来比较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26磅它的线的粗度和8磅的布线差不多一样了啦 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真的26磅 如果有哪一位大神用过的话 请留下你们的留言让我知道 这个是不是26磅该有的粗度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幼的26磅 其实上线并不难 但是我们需要在上线时注意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细节的话 可能会在钓鱼时发生一些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比如断线 出现出的不顺 还有炒米粉 第一步就是先固定着你的鱼线 你有看到这款鱼线的中间有一个洞吗 我都是用笔或者是筷子 把它穿过去 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固定着 其实你们不需要跟我一样的方法 这是我一路来再用的方法 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方法来固定着它 但是你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让它可以就是转得顺顺的 其实不固定也是可以 但是效果没那么好 至于为什么没那么好呢 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第二步就是把你要装线的水滴轮 装在一只吊杆上 然后把线从吊杆的 这一个导环穿进去 不管你是用独结杆还是两杰到四杰的杆 都是从水滴轮 接下来的第一粒导环那里穿进去 之后再把你的线 穿进你水滴轮的导环 直到它到你的线杯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步 之后用一张贴纸来把你的线 贴在线杯的上面 记着是这一个面 然后慢慢的转一圈 你看它转了一圈过后呢 就可以把贴纸撕开 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东西 你的线是往那个线杯绕过了一圈 如果你是想要贴上了贴纸过后 就这样的进线 也是可以 但是这可能会影响到线杯的运作 因为贴纸是有重量的 虽然它重量不会说很重 但是就因为这一点点的重量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线杯 转得不顺 而导致到你抛耳的距离缩短了 其实也是有蛮多人 直接用贴纸贴了过后 直接把线进满 甚至有些职业的钓鱼选手也是这样做 但是我就没有跟他们的方法了 如果你们要跟我的方法的话 我都是这样做 当这个线呢 就是在你的线杯转了一圈过后 我都会打一个结 这个是我常用的结 它叫Arborknot 因为它很简单 也不会花太长时间 同时许多美国的水滴轮玩家 都是推荐用这一个结 那么我现在就要教你们怎样绑 首先呢 绕了一圈过后 我们就拿这个线的尾端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是用这个Tag End 做一个这样的结 就很普通的一个结 然后把它拉紧 你会看到这边就是形成了一个小小个的结 之后呢 我们也做多一个Arborknot 可是这次我们会用我们的Tag End 就是这一端线的尾端 还有 这个是主线 我们会把Tag End 就是往主线 的身上做一个Arborknot 对 你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把它给拉紧 之后我们就拉我们的主线 直接拉 对 你会看到它 就是会慢慢的锁进去 然后呢 继续拉 拉到我们刚刚的那个Arborknot呢 与另外一个Arborknot 就是相创为止 当它们相创过后 线背上面有一个缝的 我们把线推到去那个缝那里 我们可以就是推一推那个Arborknot 然后再推一下拉一下推一下 然后之后这些呢 我们也把它推一推 对这样就好了 之后呢 把这个Toy的Tag End给剪掉 这样就好了 结板好了过后就是开始进线了 但是进线前需要注意几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吊杆 和鱼线对直 对直的原因是因为要在进线时 不会让那个线扭着进 因为在进线时如果线是扭着的话 在斗鱼时可能就会很容易伤到线 同时也会导致到出现出的不顺而跑不远 第二就是在进线时 鱼线必须保持紧紧的 如果你们没把线弄紧而直接进的话呢 你的线就会松松的 而且在抛头时一定会炒米粉 我的话呢 我都是用这两个盒子 把这个线给夹紧 当然你们也可以用手指 压紧和拉紧这个鱼线 但是我就不太喜欢这个方法了 因为进线时会不停的与手指摩擦 如果其他的线还好 但是不线的话呢 很大机会会在这个步骤的时候伤到线 而且手指也会很痛 所以我都是用东西来夹紧那个线 来进线的 现在我教大家的方法 是用手指按着线的方法 然后首先呢 你们要做的就是 先拿好你们的杆 杆的这个 尾部呢 顶着你们的肚子 之后你的另外一个手 压着你的线 你们大概就是留好像我这样的距离 非常接近这个肝的导环这边 但是呢不要说 直接去到肝的导环 最远最舒服的位置就好了 走另外一个手 握着你们的手柄 但是呢 握着之间 我们要make sure我们的这个 drag呢 是有 给它一些 drag的 这样呢我们可以开始 转线了 如果说你们是用 Daiwa的水滴轮的话 因为Daiwa很常都是有这个 TWS的System嘛 我们要make sure那个线呢 是在这个导环 最小个的孔那边 如果说你们线是在上面的话 就 可能进到不漂亮了 所以我们要make sure 那个线是在这边 先 抓紧 OK开始进了 好那么我刚刚不是说了 我最常用的方法不是用手指压着线 而是 夹紧那捆线嘛 通常呢 我都会这样做 我都是把线 固定好过后 尽量拿东西给压紧它 然后你会看到这边 我就是 用了一张 T恤 paper 来塞进这个洞 好让它出现的时候呢 我是需要用比较大的力气 才可以把它拉出来的 但是要确保 它是还能转动的 这样你们就不需要用手指把线给压着和拉紧了 同时也不会伤到线 如果你们身边刚好有个人愿意帮你们的话是更好 好了 刚好Lin有在 所以我就叫他过来帮忙 把线给拿紧 一样他会在拿着的同时 把线给压紧 所以当我在拉线的时候你会看到 我是需要用蛮大的力气 才可以把这个线给拉出来的 其实它的原理和刚刚的事一样 只不过这次是 有人帮忙拿着线罢了 当我们的线已经 夹紧了过后 我们就开始进线了 就转 有时候你们会感觉到像这样子的卡卡了 卡下卡下这样 其实这个是好的 会证明它压得够紧 那么就转线罢了 就这样转 但是呢 转下最好就是停下来看看你们的线 因为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就是 在这边的线比较多 这边的线比较少 那么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该怎样做呢 因为我们的左边比较多对吗 如果你注意看我这边的手 我会把那个线就是好像 尽量拉来右边 对 拉来右边 OK 好了过后我们再看看 现在是中间比较少 所以我们也 保持回 在中间 如果右边多的话呢 我们一样推回来左边 我们可以这样子推 推它 如果是Daiwa TWS的话呢 这边这个 是蛮大的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线 放上来上面 你会看到那个线 它是在这个T-Wing的左边那边 我就这样子推着它 好了过后我们就把它放手 然后再继续的 这样子普通的进线 这边 你会看到我的手就是一直在那边 推来推去的 那是因为 中间的线呢 它不够 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 来让它 Balance回 当我觉得Balance过后 我就可以 继续的这样子 普通的进线 我会看到这个 我可以看到它 就是这样子的 我可以看到 我刚才猫子的 我可以看到它 我可以看到它 基本上子就在那边 我可以看到它 真的 都不够了 我可以看到它 今天 我可以看到它 好,当你们进到看到类似这样的距离 先被第一个Surface写下来到这边有回一点点的Gap 这样就是满了 满了过后我们就把多余的线给剪掉 好,这样就好了 好,刚刚示范给你们看的那个镜线方法 是我常用的镜线方法 其实你们可以不需要跟到100% 你们也可以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有关钓鱼的知识和教学的话 可以到我这一个播放列表 好,如果想看看一些钓鱼的产品介绍 可以到我这一个播放列表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